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6号的 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109年 爱恋花莲幸福一生 春季集团结婚的活动 16号是在瑞税的 天河国际观光酒店举办 一共有41对的新人 由花莲县长徐真卫亲自的证婚 并且颁发了结婚证书 同时逐一的和新人来合影 给予了最诚挚的祝福 41对新人手牵手 共同走向红地毯的那一端 在主婚人县长雪真卫 男女方主婚人 以及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互定终身现场一片喜气 并下承诺 携手恭敬 相亲相爱 直到白头 花莲县今年集团结婚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顺延到了今天 不过每对新人 也都累于等待着幸福的一刻 所以我们蛮愉快的 就是我们知道县政府 有这个集团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很积极地想要参与 因为我就是为了那台电视来的 对 不要拿好康 有多少现在会不会觉得很不急 还是值得 值得 值得 为什么 县长雪真卫特别赠送每对新人成家大礼来祝福 更如母亲嫁女儿娶媳妇般的丁宁 令台下每对新人听了都十分感动 在这里真卫阿姨再一次丁宁 都爱你选择的 无论未来的日子 风风雨雨 都要为自己负责 我想这就是对于我们两边 我们妇女 父母双方最重要的负责人 这也是人生该尽的责任 华林县政府办理集团结婚迄今二十五届 促成了一千九百六十六对新人 共结联礼 今年首度选在南区的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来办理 祝福每一对新人家偶天成百年天河 记者是郁蓝瑞穗采访报道